北京到广州坐飞机3个多小时 上海到武汉坐高铁要4个多小时 成都到西安开车差不多10个小时 能不能再快一点呢 可以的 也许超级高铁可以帮到你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超级高铁 什么是超级高铁 它发展到哪一步了 它真的是未来的理想交通工具吗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 2012年Elon Musk首次提出了 他关于未来超高速运输系统的构想 在最初发布的设计里 这个被装在半真空管子里面 靠电磁力推动的车厢 由于干掉了影响车辆速度的 两个传统因素 摩擦力和空气阻力 所以可以以接近因素的 每小时12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 掰着指头算一下 一样是上海到武汉 要是超级高铁开通了的话 只需要40分钟就够了 意味着你可以早上吃完热干面 然后准时的出现在陆家嘴 跟同事们说morning 厉害吧 那么超级高铁靠什么 让自己开得这么快呢 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拿你喝珍珠奶茶时的状态举例 超级高铁的车厢 就像是你吸进吸管里面的一粒珍珠 只不过推动它前进的力 除了空气压力以外 主要是电磁的排斥力 童年幸福的宝宝 一定拿两块磁铁这样玩过 那么吸管本身肯定就是 超级高铁运行其中的管道了 我们都知道 当车厢快速往前移动时 会压缩前方的空气 而聚集在管道前方的压缩空气 会产生大量的阻力 使车速下降 该怎么办呢 把管道抽成真空行不行 看来你很机智 可是可以 但难度太大 而且还相当危险 后面我们会说到的 所以超级高铁的管道里 并不是完全的真空 只不过里面的空气 的确是被抽走了一大部分 然后在车厢头上 装上像是飞机引擎上 一样的压缩风扇 一边前进一边吸入前方的空气 把它们导向车厢后方 获得额外的推力 同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 就是将这些压缩空气 吹到车厢下方 形成一个能够让车厢浮起来的气垫 这样连摩擦力也没有了 一举两得后 能跑得不快吗 当然超级高铁还有另外的优势 由于完全封闭 所以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 甚至连地震也不怕 因为支撑起管道的高架桥墩 都采用了弹性的抗震设计 再加上每一节的管子 都是独立的一个个单元 即使坏了 也能够很容易的修复和替换 所以安全性也相当的理想 最后由于几乎没有摩擦力 和阻力的影响 所以只需要很早的能量 就能够推动超级高铁跑起来了 简直是清洁能源最好的用武之地 如果能配合马斯克自己家的 太阳能电磁板一起用 那就更是鼻双飞神雕侠侣了 问题是自打提出这个概念 并丢出一份白皮书之后 马斯克并不像他以往那般 身体力行地投入到 超级高铁的打造中去 只是每年在洛杉矶SpaceX总部的 一条测试跑道上 举办一场比赛而已 这是什么鬼啊 是给年轻人留机会 还是放个烟雾弹 让金针对手们啃哧啃哧 先杀出一条血路来 然后再去收割 或许也可能只是 他觉得殖民火星才是人生目标 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确是有几家公司 连同几个国家一起在抢子 要建出第一条真正的超级高铁来了 理查德布兰森 这几年被埃隆马斯克 盖过了风头的亿万富翁 正在用自己的维珍超级高铁一号 实践着马斯克的梦想 助力这个梦想的是印度和沙特 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怎么有点 总之啊 布兰登已经说服了印度联邦运输部长 以坐火箭的速度 升级一下自家的火车系统 在孟买和新德里之间 修一条维珍超级高铁 至于完成时间 就跟印度一样神秘 沙特这边是希望用超级高铁 来连接起它在海湾的几个主要城市 为每年穿梭期间的4500万个乘客 提供一小时内到达的都市全服务 尽管已经同意使用维珍的超级高铁系统 展开一系列国家级的可行性研究 并建设一条35公里长的车市轨道 但维珍在这里却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 简称超级高铁TT 也计划在沙漠中央建起一条跑道 连接起迪拜到阿布扎比 全长150公里的铁路 只需要15分钟就 嗖的一声到达了 剩下的公司和剩下的时间表 还有准备在2028年连接起欧洲的HART 延续了欧盟的传统 HART本身也是由荷兰 波兰 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的 希望他们不要在还没有建起之前 就闹起了脱欧的矛盾 所以我们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 就看到超级高铁遍地开花吗 我严重怀疑 既然超级高铁那么美好 为什么中国却显得完全无动于衷呢 日本高速铁路的发明者 同样也好无动静 为什么呢 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超级高铁的美好 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 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能够既快速又经济地 把乘客或者户物从AD运到BD 才能够产生出价值 而根据一份资料显示来计算 超级高铁的载客量 大约是每小时1120人次 比较起来 空客A320 目前最流行的载体客机 每小时的载客量 大约是2472人次 而我们的CRH380AL 一次可以载客1066人 如果在高峰时刻 比如春运的话 每小时载客量能够超过12000人次 超级高铁怎么比 另外从车辆本身来说 不用装在管子里面的磁悬浮 本来就已经有了 而且还在越来越快 为什么还非要造个管子 把它们放在里面跑呢 你真不怕大气压力发威的时候吗 最后超级高铁告诉我们很省钱 是的 谁都知道没有了阻力 轻轻一推它就跑 但减少阻力本身它不花钱吗 谁来抽出空气 谁来让车厢浮起来 是不用开工资的奥利给吗 好了 基本上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更快的交通方式肯定会出现 但究竟会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你爱上科学 很少人没有坐过火车 但很多人却并不一定知道 为什么火车可以像现在这样行驶 比如是什么原因 让它能够压着两条轨道行驶 而不会脱轨呢 为什么它不需要转动轮子的方向 就可以拐弯呢 为什么要在铁轨下方铺上 那么多的石杂 而不是其他看起来更方便 也更加现代的东西呢 还有又不是在天上飞 为什么恶劣的天气 甚至是一些特殊的季节 也会影响到火车的行驶安全呢 好吧 今天就来跟我了解一下 看看你曾经的想法 有可能错得多么离谱 首先火车车轮的形状是比较特殊的 通常我们以为它会是一个圆主体 再加上一个突起的轮圆 轮圆的作用就是为了将轮子 卡在两根铁轨之间 以便让火车始终沿着铁轨的方向前进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轮圆大多数时候都根本不会碰到铁轨 它更像是一个保险一样 在最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 尽量防止火车脱轨 当然在火车变轨的时候 也是需要用到它的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专门来说一说 真正让两个车轮保持在轨道中央的 是车轮与轨道的接触面 它叫做踏面 而踏面并不是一个圆柱面 而是一个圆椎面 它在车轮靠里的部分 要比靠外的部分更粗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在火车自身重力的作用下 它会让车轮自动就滑到轨道的中央了 这个叫做对中 就像是火车的舒适区一样 尽管它会晃来晃去的 但始终就是不愿意离开 这个舒服的地方 实在是一个聪明的设计 如果反过来车轮要是一个圆柱面 即使是有轮源的卡位 似乎也无法阻止火车晃出轨道 接着火车之所以可以顺利的拐弯 圆柱形的车轮也是必须的配置 我猜你应该知道 当一对车轮转向时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左一右两个车轮 分别画出了两条圆弧 很显然靠里的圆弧半径 肯定要比靠外的圆弧半径 要更短 所以长度也就更短 驶过这段距离的时间也就更短 但两个车轮不都是 装在一辆车上面的吗 所以行驶的时间也肯定是一样的 要是里外两侧的轮子 都开过了同样的距离的话 不就转不过弯来了吗 汽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两个转向轮中间 安装了叉速器 于是转向是外侧车轮 能够比内侧车轮转得更快一些 于是他用同样的时间 走过更长的距离来解决了问题 但火车车轮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两个车轮本质上 是被一根坚固的车轴连在一起的 有点像是最廉价的玩具汽车 里面装的那样 你转我也转 兄弟咱俩百分之百同步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怎么拐弯呢 怎么能让外侧轮子走更长的距离呢 追行的踏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火车转向时 由于离心力的作用 会很自然的把火车往外甩 这样就正好让处于拐弯方向里面的车轮 处在一个直径较小的踏面上 而外侧的车轮 则处在一个直径较大的踏面上 于是相同的时间 走过不同的距离 万顺利转了过来 看似一个很小的结构 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不得不佩服人类 在工程设计上所拥有的天赋 说到这儿呢 我一直以来想吐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说我们的马路 早就从土路碎石路 进化到了漂亮的白油马路了 但怎么铺在铁轨下方的碎石子 还似乎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呢 敲碎那么多石杆不累吗 实际上再累也是值得的 那些石子其实是有人家的名字的 叫做倒杂 而且作用还真不小啊 首先它可以有效地吸收 上方铺设的枕目与铁轨 随着火车行驶所带来的震动与变形 以便让火车保持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避免距离晃动 其次呢 则是铺设了倒杂之后 可以加强铁路轨道的排水功能 使雨水能够从碎石的缝隙间很快的排出 提高了行驶的安全性 最后是它的铺设也比较简单方便 造价便宜 维修起来也很方便 所以到了今天人就十分流行 只是随着高铁越来越普及压 地位有所下降了而已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 火车的行驶会受到季节的影响吗 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受到季节的影响呢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啊 它就是秋季 而为什么是秋季呢 因为秋季最容易有落叶 落叶掉在铁轨上 是会影响到火车的行驶的 这就怪了 如果说有大石块还在铁轨上 容易造成火车脱轨的话 我还能够理解 输液甚至连我走路都不会care的东西 怎么会妨碍火车呢 事实证明我们忽略了火车行驶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摩擦力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 铁轨金属火车轮金属 两个金属在一起是会很滑的 你要是把汽车的轮子换成金属的话 它估计打完了时间 都会多过前进的时间 但火车就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够重 为摩擦力提供了必要 但是却也刚刚好的压力 这意味着要是铁轨 稍微再光滑一点的话 火车就要飘起来了 而黏过去的石答答的烂树叶 就正好是天然的润滑剂 它让火车的刹车距离 比原本的增加了好几倍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秋季大概就是火车开的最慢的时候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如果我们能够有个上帝视角的话 就会看到沿着铁路线架设的接触网 跟列车前进的方向 并不是平行的 而是左右摇摆的只字形 这是为什么 高铁在运行时 唯一的能量来源 就是头顶上的那根接触网了 严格来说 它不是一根 而是两根 上面那根叫做成立锁 下面那根才叫做接触线 它们之间 在通过很多根垂直的吊弦拉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因为这样可以将接触线更好地 绷在一个较为平直的位置上 以便在列车上的受电弓 快速刮过的时候保持稳定 好了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两样东西接触在一起 不断摩擦 怎会带来损耗 受电弓与接触线是个垂直关系 所以看起来呢 要么是受电弓 把接触线给削薄削断 要么就是接触线 把受电弓给切成两半 但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其中的奥妙 当伤害不可避免时 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了 换在接触网和受电弓上 既然磨损不可避免 那么搞定哪个磨损会更容易一些呢 先看接触网 正如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它不可能凭空就出现在空中 为了对抗低心引力 它需要一个复杂的力学支撑系统 所以也就让它自己成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机构 而且这个机构不仅复杂 规模还很庞大 一条接触线往往很长 但我们需要在它身上插到具体收损位置时 面对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然后找到收损位置了 是将这整段接触线全部换掉呢 还是只减下一小段打个补丁呢 前者成本太高了 因为现在的接触线大多是造价高昂的铜合金 而后者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当相对速度高达80米每秒 接触压力达到10公斤的两样东西快速滑过时 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平整 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简直左右为难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受电弓那边呢 它的长度一般不会超过2米 所以出现任何故障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排查 另外它是装在车顶上的 即使需要维修更换 也不用去翻山越岭 只需要在维修车间里面就能搞定了 成本很低嘛 于是结论就出来了 我们让接触网足够强壮 而让受电弓呢 却总是受伤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将损害集中 以方便处理的工程设计思路 所以跟既昂贵又结实的铜合金接触网比起来 受电弓用的就是又便宜又相对容易磨掉的碳板了 当然这个碳板呢是只装在受电弓顶部跟接触网接触在一起的那个黑色的弧形平面了 它的更换周期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 跟接触网的几年几十年比起来呢 确实是短了不少 那么当它被换下来时是什么状态呢 中间被磨出了一个凹槽吗 啊不是的 如果接触网只是对着受电弓一个地方逮件磨的话 估计列车是开不了几公里出去的 它其实会平均的磨掉碳板上的整个平面 诶怎么做到的 如果我们能有上帝视角的话 就会看到沿着铁路线架设的接触网 跟列车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平行的 而是左右摇摆的只字形 目的就是为了让接触网能够雨露均粘的碰到整个碳板 延长其使用寿命 没有上帝视角对吧 那么这个视角呢 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来又要坐高铁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高铁几乎全程都要在高架上面跑呢 为什么它就不能像普通列车那样 把轨道直接铺设在地面上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从绿皮车做到红皮车 再从红皮车做到洞车高铁的人而言 直观的感受除了速度越来越快以外 就是这沿路的花风完全不一样了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 还能拿着水枪打开窗户去知铁轨旁边的人呢 现在呢窗户自然是打不开了 铁轨旁边也是架在空中的高架了 水枪还能通过安检上高铁吗 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上一看看啊 我也正好查到了一个资料 上个世纪90年代建成的金九铁路 全程2000多公里 其中桥梁的长度却只有40来公里 占比只有2% 而到了2011年的金户高铁开通的时候 正好就是我这趟做的路线啊 1300多公里长的线路当中 有1074公里是开在高架桥上的 占比达到了81.5% 增长了40多倍 而这40多倍的增长背后呢 其实是有着三大原因的 它们分别是行车安全 资源保护和成本控制 咱们一个个来说 先说行车安全 高铁的平稳运行速度在300公里左右 复兴号更是达到了350公里 这么快的速度 如果地面稍有不平的会对行驶中的列车 造成威胁的 而建在普通地面上的路基呢 铁然就有着更大的成降概率 更容易把咱们的铁轨变成上下起伏 但是如果架空在高架上就好多了 高铁的高架桥装机是很深的 最深的能够达到六七十米 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减少成降 还能够通过动态调控 把成降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给安全行车提供了技术的保障 然后呢 就是水平方向上的尽量比值了 其实啊 高铁最想要的就是那种 从AD到BD能够直接一条直线过去 中间不太一点弯的 这样它就能够全程保持在最高时速 不用考虑什么离心力 什么刹车距离 什么视线障碍之类 可能会造成事故的因素了 我们坐在车里面的舒适性呢 也能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 但是 现实它毕竟不是想象啊 前进的路上总有绕不过去的障碍 爬不上去的坡 怎么办 那就架高了走呗 虽然也会转弯也要爬坡 但是却可以相对容易的把它们控制在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之上 比方说对于以350公里时速运行的高铁而言 实现转弯半径大于7000米 数值取权半径大于25000米 最大坡度小于千分之35的要求 这要不是架高架 哪里的地面能够满足如此变态的要求呢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行车安全方面的原因 下面再说说资源保护 主要涉及到两点 耕地和生态 这是我在高铁上拍到的一些画面啊 可以看到 在铁路高架的下方 农田依然可以成片成片的连续展开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要是把高架去掉 还能够这样吗 显然不能对吧 一般来说呢 修建高架时对地面拆迁的宽度为18米 在修建完成之后呢 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还原和复耕 但是直接在地面修建的路基啊 则至少是40米起步的裁前宽度 而且裁了就是裁了 完全就变成铁路的专用了 你想想看 在目前我国已有差不多 可以绕赤道一圈的高铁运营的里程下面 如果大量采用地面路基 会让多少耕地消失呢 另一方面啊 高铁在建设中难免会穿过一些生态保护区 或者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以桥带路的方式 就不会切断它们的迁徙路线 使保护区维持了整体的原貌 同时还可以避免人和动物 在穿过铁路路线时呢 发生危险 好了 修高价的最后一个好处 就是成本控制了 这个好像有点反直觉啊 沿路打下无数的桩 浇起数不清的墩 吊起那么多的水泥块 成本不应该更高才对吗 怎么还会省钱呢 这个就要分成两个方面来说了 一个是传统的修路基并不便宜 另一个是剑桥修高价呢 也并不如想象中的昂贵 尤其是当它变得更加标准化之后 如果是在地面修建高铁啊 就必须要先将地面挖开 再重新填充地基 在此过程当中呢 路基的每一处的形状尺寸 压实程度 含水量 材料均一性 施工时的温度等等呢 都必须要做到严格的控制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会受到施工人员的数值 周边的地理条件 甚至是施工时的天气的影响 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成本自然也就拉高了很多 而建高价呢 基本上只要在野外的工地上 按照标准流程 建起桥墩就可以了 其他的东西 比如桥梁 都可以在工厂里面 按照更加严格的标准 来批量生产 不仅误差更低 效率还大增成本 自然也就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了 在这两者分头完成之后呢 剩下的工作就更简单了 交给机器就好了 它就是架桥机 这个玩意儿啊 可以像搭乐高那样 把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大块零件 自动的搭载两个桥墩之间 误差还很小 效率还很高 直接就把架桥变得比平地更容易了 好了 综合起来 高铁之所以走高架 而非走地面 主要就是这三大块的原因了 行车安全 资源保护 成本控制 你知道了吗 当然啊 这中间难免会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 欢迎大家来补充和指证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